今年啊 准备开始种菜了 这个 首先要种的是西红柿 看看我这个 一共买了6多西红柿 我可以让每一多 接上100到200个西红柿 大西红柿哦 是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呢 首先呢 要挖 挖一个很大的坑 你看这个坑 多大 这个起码有四五十公分 四五十公分深 把这个里面 这个石头啊 什么都把它 把它把它弄出来 然后呢 大概七八十公分 七八十公分宽 这个这么大个深 然后 你看就像种树一样的 给它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空间 实际上这个 这样大的坑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根呢 就可以长下去 然后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就是挖坑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肥尿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这个底肥是怎么配置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这个种菜的秘密武器 最 那真的是 用着这个东西啊 这个 菜一定长得非常好 那同时是绝对的这个 有机 看看这个 看没有 这个是 厨余 这个厨余已经有三年了 三年的厨余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机会 那么也就是说我每一都的这个 每一都的这个 西红柿啊 都用这么一瓢啊 这一瓢这个 这个厨余 这个用一瓢厨余 放这儿 用一瓢厨余 然后呢 大家看我这儿还有个秘密武器 这是壁炉的这个 这个飞 墨柴 Fairwood 这个 然后再来一条鸡粪 我不是会得有鸡吗 这个鸡粪现在就可以 大圈身手了 然后 这是鸡粪 这个鸡粪是有一些 这个墨蟹 墨蟹之内的东西 这是纸吧 纸就不要了 一瓢墨蟹 一瓢鸡粪 这不完全是鸡粪啊 有墨蟹 然后 好 这个就算是这个鸡羊搭配了 把它粉活一下 粉活一下 这个粉活 这个也把它粉开 不然它会烧根的 好 还要和这个泥土一起 把它粉开 好 然后呢 然后就再 这样把它 然后 然后就搞定那个泥土 把这个泥土把它盖上 不要把它露出来 现在不要露出来 因为现在露出来 它就会烧根 这样 搞一点泥土 好 这个就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有泥土了 好 好 这个泥土就把它盖上了 那现在就把这苗啊 放在这个上面 好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苗啊 把它拉出来 放在这个里面 这种 这个情况是蛮好的 比较大 然后就把它 把它围着 这个围着了以后呢 你看这个实际上 把它填到它这个 这个上 不要把它 不要那个啊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等它长大的时候呢 然后再微土 等下有个坑样的 好 这有个坑 你看这个 这个上面实际上还有 还有很高 如果是说 它这个苗长 长到很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土啊 微微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 让这个 让这个苗长得更好 所以 那么 那么像这样 种出来的这样的 一个 一个西红柿 假如是你 平时啊 这个水控制的好的话 然后再增加 追肥 追加 追肥 那么这样一都西红柿 可以接上 一两百个大西红柿 那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温哥华啊 现在 在岛上呢 这个温度啊 晚上 也只有 好像只有五六度 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西红柿 通常来讲 晚上温度 要在十度左右 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 现在还欠一点 那怕它冻死人呢 就用一个这样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一个一个盖子 把它盖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 不会那个 就可以让它 避寒了 OK 好 这个就算完成了 我一共 今天准备 种六度西红柿 我一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